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帝的特使的使臣的代表团的团长叫莫尔丁多美尔 那么他带了六艘大船 一共有三百多个使者 随从马六甲出发 趁着南风吹起的时候 这一次在历史上被视为是葡萄牙的国王 派往中国的第二个使节团 那这个美尔呢 做到皇帝的命令 希望争取跟中国皇帝签订一个和平协定 然后在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基地 坦白讲当时的明朝 其实没有什么贸易基地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你是来做贸易的 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贸易基地呢 那对于葡萄牙来讲 他觉得他需要一个贸易基地 因为这个基地是他可以 所有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留 补给 乃至于他可以的部队可以在这里上岸去整备 去休息等等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贸易基地有包含了仓储物流休息 乃至于船舶要修整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船是风帆船 而且是木头做的 很容易受伤 在岸上如果撞到石头等等等等 这个船也需要修补 因此他需要贸易基地 可对中国来讲 我凭什么在我的港口里面 设一大片区域给你当你的贸易基地呢 那所以这个葡萄牙的皇帝 他所期待的这个和平协定 其实对中国来讲 还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概念 那更何况 你即使以今天的全世界 就是21世纪今天的概念来看的话 你也不可能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去建立你的贸易基地 顶多就是我跟你贸易的时候 然后我请你让你可以在这里停留 有这种允许 所以1522年这个使节团 开到香港那边去了 到香港现在的东冲 东冲那里去 结果啊 英少的海军觉得 这个不对劲了 因为来的有六艘大船 而且每一艘旁边都有 还有那种大炮 他完全是来意不散的 虽然他们派了特使已经地上的和平的这种 的这种讯息 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讯息不一定准确的 因为这是一个战船 所以当时福建的巡抚叫汪宏 他就派出了97艘的中国式的帆船 迎战他们 那么在东冲这里的97艘的帆船呢 把他们围起来之后 他发现那六艘船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对应 结果呢汪宏更厉害的是 他很快就派出很会潜水的人 从那些葡萄牙船的旁边先潜水进去 把一艘船集沉了 集沉了之后 集破了一个洞 然后船就开始往下沉了 沉了之后呢 其他的船就 因此就开始战乱 整个阵容就乱掉了 所以这场硬仗打下来 好几艘船被烧了 然后有两艘船后来逃走了 因此 这应该说是 东西方首次的海战 就是葡萄牙代表了欧洲的海军 可是跟中国式的帆船 第一次的海战 硬碰硬的这一仗打下来 中国其实没有输 明朝没有输 而且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虽然中国的船比他们小 可通过火烧呢 通过把他们造成这种战术的运用呢 终究把他打败了 好 1522年10月1号 明朝皇帝还是维持他的原则 因为马六甲是他的属地 也不能说属地 马六甲是对明朝有朝共的 那既然来求助他 所以明朝皇帝就写了一封信 那么这个信呢 要交给葡萄牙的国王 葡萄牙的Indian 就是他的总督 以及马六甲的要塞司令 一共三封信 他交给了广东这个暗查史汪宏 叫什么呢 他说你带回去告诉他们 他们除非把马六甲交还给 马六甲的国王 否则的话 我们是不会跟你正式做贸易的 我要讲的是 即使是在明朝那个时代 在处理对外朝共的这些属国的关系上 明朝还是维持一个大帝国的姿态 或者说应该有的一个对朝共国家的保护 因此我会讲说 为什么我会讲说朝共这个制度 对于一个地方的秩序 特别一个大区域的秩序 对东亚的和平有稳定的作用 因为明朝这样子做的话 等于是希望你葡萄牙 不要随便在这里启动战争 你对一个地方的侵犯 也你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得到利益 因此你必须维持这个地方的和平跟持续 这是明朝皇帝 做的相当正确的一个地方 不过当然啦 葡萄牙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嘛 对不对 葡萄牙人干什么呢 他觉得既然皇帝不准正式的开放贸易 也不能有这种贸易基地 好吧那他们就从各个方面去做生意 所以1518年其实葡萄牙人 从广东屯门广东那里 没有办法建立贸易基地之后 他就沿着海岸北上 到哪里呢 到福建张州河那边 也就是张州口岸 现在厦门那里 那么他们在那里呢 碰到福建的商人 他问他们说 我们可以怎么去到琉球做生意 那福建人说你做生意在我们福建这一带就可以做啦 我们可以过来跟你交易 那那个时候的交易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葡萄牙毕竟是大船嘛 所以很多福建的一些海商的小船 就靠到那个大船的旁边 那两边船对船来交易 很快的他就觉得 哇在这里可以赚到大钱了 而且在他的那个描述里面 在葡萄牙人那个船长的那个描述里面 他说感觉这里比广州更富有 而且人比广州更有礼貌 他说在报告里面说 在那里停留的时候 受到当地人友善的对待 于是他就把他的那个交易的地方 停留在海昌村南边 一个叫沙坂的地方 也就是在今天厦门海昌村的南边 沙坂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今天厚景村的雅里社那个地方 好在那里停留一阵子之后 有人就曾经形容说 有一个明朝的学者林希元 在书院记里面描述说 葡萄牙在张州河口经商久了之后 官府觉得说这个应该劝退他们 或者逼退他们离开 可是他们不愿意走 而且在那里租了一块地 变成他们的仓库 然后他们的这些葡萄牙的这些商人 军队等等就在这块这个房子里面 在这块基地上面过生活 把房子也建起来 然后他再过生活 后来当地的县令等等 就觉得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如果被发现的话 这完全是违法的 于是就劝他们说你要主动离开 不然的话我们被迫要对你开战了 最后葡萄牙只好放弃 因为这毕竟是非法的 所以他们后来的海昌的那个居住的地方 就有当地人怎么做 把他们改装成为一个书院 那个书院后来就是什么呢 后来变成金沙书院 那时间在哪里 1548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1548年距离1518年 其实有30年的时间 也就是这2030年的时间 葡萄牙人一直有在现在的金沙书院这里 有一个据点 有一个贸易的据点 那么可以想见 福建这里的人会把东西带来这里 跟他们交易 那么许多海商也会来这里 跟他们交易 于是慢慢形成了一个 在福建 张州这里的一个对外贸易的窗口 当然他们离开之后 这个地方改建成书院之后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迹 这个历史遗迹呢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学者 在那里印一个很重要的地图 叫做古今行圣之图 那古今行圣之图其实比这个 比这个在金沙书院印的时间更早 金沙书院印出来是1555年 1555年 在福建的金沙书院 重刻的这个古今行圣之图 刻出来之后 给福建的海商 特别是厦门这一带的海商可以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中华的地图 大地图 有意思的是这个海商呢 把这个地图带出去了 而且呢 带到菲律宾去 那么当年是由第二任的西班牙 住在菲律宾的总督 叫基多德 拉维扎列斯 在1574年的时候 1574年 呈送给西班牙的国王 菲律宾二世 送给菲律宾二世 那这个新圣之图呢 就流传到欧洲去了 它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所知道的 最早输出到欧洲去的第一幅 中国全境地图 那个地图呢 有多大呢 大概高 它的高大概115公分 那宽呢 是100公分左右 它是用木刻板画式的 它刻在那个木板上 用墨色来印索 当然上面为了标志 还有一些红色的标志 就作为河流啦 等等这样的标志 那很有趣的是 它里面所记载的 它的范围呢 范围 汇出了明朝两个金 两金就是什么 就北京跟南京 两金 还有13个省份 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 它范围包括了 像东到朝鲜 日本 最西呢 到沙马尔汗 就是那个 那个 靠近新疆那边去了 南到南海 最南海 南海的地方 那台湾也画在里面 朝鲜啊 等等都画在里面 最北呢 到蒙古那边 他们叫打蛋 当时叫打蛋 那河流跟海岸线的一些 画的图 当然有一些误差嘛 因为当时毕竟 没有那么详细的这种探勘 可是大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意思的是 这张地图里面呢 它会写下来很多有趣的文字 比如说 它不是只有这样地图 住民的这个地点而已 而是会住民说 这里有生产什么 住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 它会住住民说 琉球这里是怎么样 那台湾这里说 住在这里的人 他们怎么样的穿着 他们也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 用很简短的文字记录下来 所以 它有点像是地图 但是又像是一个地方 风土民情的描述 那这样的描述 让你觉得 哇 这个地图真的太好玩了 因此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是在哪里呢 在海上看到的 因为这张地图 后来消失了嘛 那消失了之后 你只有能够重新到西班牙的图书馆 把它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 复刻下来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幅地图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地图 就想说 我们一直认为的 明朝是多么封闭啊 多么等等 就说它是一个封锁的 无知的 然后等待开发的帝国一样 从这个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明朝跟秦朝 对于各地的风土民情 以及中华大地的老百姓的生活 住着什么样的人 其实都是有掌握的 而并非是无知的 好 那么这个历史呢 非常有意思的 见证了葡萄牙人的发展 以及西班牙人 中国的发展等等 我觉得很有趣 那么 他其实在见证什么 福建在崛起了 原来呢 葡萄牙人到广东去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转到 张州这里来了 于是张州这里的很多海商呢 又来带着葡萄牙人 因为葡萄牙人想要买 丝绸跟瓷器 于是许多海商就带着他们说 那既然要买这个的话 要往北走会更方便 所以又带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到温州外海那边 一个叫双鱼 就是一双两双的双 成双成对的双鱼 是岛屿的鱼 双鱼这个地方去 那到这个岛屿呢 去当做据点去购买丝绸 而在葡萄牙人的记载里面 曾经记载的很有意思 他说当时 也就是葡萄牙人离开张州之前 张州曾经聚集了 葡萄牙 马六甲 日本各地的商人 他们在季节到的时候 来这里做生意 然后在这里讨论什么 讨论各地的市场最新的消息 哪里需要丝绸 需要树木 需要香料 需要瓷器等等 大家一起在那边讨论 然后开始交换市场的讯息 你就可以想见 在冬天的时候 从日本来的这些商人 那以及停留在 张州的这些商人 就聚在张州这里来讨论 讨论整个东亚市场的讯息 多么像一个活跃的 重要的市集 就像今天纽约一样 而闽南的海商 活跃在东亚就可以想见 1550年到1558年之间 葡萄牙的旅行指南里面 就讲出了一件很有趣的 他说葡萄牙人常常在五语 五语是在厦门 外面的一个小小岛屿 葡萄牙人常常在五语过冬 在列宇 就是今天小金门那个地方 装运商货 然后在海门岛整修船只 补充攻击 在廖罗湾那里避风 有没有很好玩呢 你看金门 厦门 以及这些小小的岛屿 都进入了全世界的市集里面去了 全世界的视野 那么在福建人的引导之下 葡萄牙人到双语去 去那里购买丝绸 于是展开了另外一场 新的贸易基地 以及影响中国 非常深远的一个交易的开始 那么这个交易呢 会影响到日本 来自于影响到 后来整个大历史的发展 可是它都来自于这个小小的岛屿 双语 那到底它发生什么故事呢 我们等到下一集 再来为你继续诉说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 这里是台湾故事馆podcast